而这出戏让孔刘李东旭现在变成万人迷 所到之处他们现在在拍戏当中 都常常会引起大批民众来围观 两个人透露非常有可能 接下来会来到台湾跟粉丝见面 只是详细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或许是因为大陆的禁韩令还持续在发威 所以韩星都把他们的重心移到台湾来了 今年2月28天而已 有15组的日韩明星要来 用前仆后继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那最近的呢就是1月22号礼拜天 云化了月光男主角普宝剑的见面会 紧接着金玉珍在过完年之后也会来 过完年之后还有谁呢 那就是长寿团体神话 以及Ronnie Mann的主持人 都会来到台湾会粉丝 2016年最夯一幕情侣党就属 因为韩剧云化的月光而爆红的 普宝剑和金玉珍 然而戏里戏外都很有默契 因为就连来台湾举办见面会 也刻意隔开就怕抢票房 过完年金玉珍就要来跟大家拜晚年 但同一天不只有她 还有长寿寒团神话 这还没完 2017年2月有多热闹 我们数给你听 老将新秀 前仆后继 大家好 我是金中国 幸连快乐 谢谢 包括即将吹齐灯号的Ronnie Mann 黎晴依依也将在2月中访台 再来西川跪校Infinite 金来源都在2月19号 更热闹的则是228年假 大家好 我是龟贤 Super Junior成员曹龟贤打头阵 日团 世界末日 韩团Astro等 2月才28天就有15组日韩人马来报道 如此密集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因为大陆禁韩令正在发威 韩星进不去的情况下 重心前往台湾发展 也希望粉丝们能挪点红包钱 来支持他们 TV编新闻赵报道